而塞拉平今年8月1年2天在首尔举行的出道以来的首场单的演唱会 然而在第二天的演出中 裁员却意外吃螺丝 逗趣的场面也瞬间成为了网友们议人的话题 而近日裁员出演网络节目时 却透露了这段失误带来的好处 只见当天主持人表示 裁员最近创造了流行语 接受粉丝提问时 大多数的粉丝都讲到了这件事 对此裁员也认同表示 真的我见到的每个人都跟我说那里面很好看 接着还透露连hype的创办人房石鹤 也因为这件事打给我说 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大的欢笑 因为意料之外的事情变得有名 反而让我觉得很高兴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